另外带您关心蓝绿立委收贿的案子 在今天有爆炸性的发展 国民党立委陈超明 还有他的办公室主任梁文一 出乎预料获得了法官裁定 分别以500万还有150万元交保 检察官认为 两个人收贿事证已经厘清 没有积压的必要性 因此两个人已经没有串政可能裁定交保 但是陈超明他晚间走出法院的时候 持续的喊冤 强调自己绝对是清白的 这些都是政治陷阱 谢谢大家的关心 我绝对清白 看见大批媒体先喊冤 涉嫌立委收贿案的国民党立委陈超明 今年7月底被指控向太刘公司前董作 李恒龙所贿100万元 遭裁定积压禁件 人身自由被拘禁127天后 终于以500万元交保 边走出北院边喊话 自己是清白的 我没有任何贪污 给我休息一下 我会到立法院 开记者招待会 就是不认收贿贪污 连同他的办公室主任 也在四后晚间交保 台北地方法院四后开庭审理 涉案立委陈超明和他的办公室主任 梁文一他们依然否认犯刑 停讯后公诉检察官认为 两人案情已经厘清 没有积压必要 串政可能性已经消灭 法官最后裁定 陈超明和梁文一 分别以新台币500万 150万元交保 并且限制出境出海和住居 但每个星期二都得到辖区派出所报道 成了在压力委中 第一个获裁定交保的被告 但在压的立委苏正清 因为质疑征讯录音党 遭人动手脚 在狱中发起绝食抗议 积压期限到22号 至于其他收押立委 北院的下一步会如何动作 外界都在看 记者学姐张熙凯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